乘客稍微稍微一下 老公 你要去拿 来旁边看看镜镜就好了 三分镜就好了 搭小黄遇到灵检 男子眼神闪避 神情紧张 警方直觉不对劲 要对方立刻下车 果不其然 这名男子带了毒品咖啡包 遭警方逮捕 但问奖在客的钱还没收到 不好意思 这稍等一下 这人先够好 请处理 请处理 这多少钱我50个就好了 持毒男子没有钱付车资 警方神救援 自掏腰包付了两百元 没想到嫌犯交保后 亲自送来一封信 白纸上的左上角 还付上两百元车资 文中写上 三位长官谢谢你们出现 我本来是拿这些东西 喝酒亲身 我会努力面对自己的人生 谢谢你们三位 也让原警相当感动 认真办案也可以救人一命 办案的过程中 跟他聊天的时候 发现他有家庭变故 然后有一点心情低落 所以我们同仁就跟着 试着开导他 然后没想到 再过两天之后 他还有回来我们队上 然后翻完车资 并且有留下感恩的话语 这样子 然后让我们再觉得 在工作上 这方面蛮有成就感的 事发在日十号晚间 十一点多 台北大安区辛亥路口 分局警备队 当时执行路检勤务 黄信嫌犯因为家庭因素 情绪不稳 持毒被送办 尽管后续得面对官司 但暖警小小的举动 阻止汗事发生 让他在人生中 找到另一条出路 三地新闻 大蕊辰 张哲豪 林玉君台北桑报导 驾驶违规 美机安全带 被巡逻远景拦下 但已摇下车窗 警方立刻察觉有异状 眼看藏不住 嫌犯才肯招 台湾毒品泛滥 警方路上拦检 常常能查货 尽管价格水涨船高 黑市依旧猖獗 根据警政署统计 二零二年 查获三万八千两百四 三件毒品案 人数高达四万两百五十四人 警方弃毒得斗智 靠技巧 最常见的就是 K他命 安非他命 以及大麻 各类毒品考验 警方查气能力 不仅要有火眼金睛 鼻子也要够敏锐 最熟知的味道 当然就是凯他命 就是它会燃烧后 有点像塑胶的气味 除了塑胶味 安非他命则会有猫尿味 抽大麻像是烧麦草 警方抓藏在细节里的魔鬼 就是要让毒品犯罪 无所遁形 三线正常的 学长云台北上报道